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5月7號星期四的下午5點多 尖沙最一帶就有一名南亞裔的男子 因為在街上鬧事 後來被警察追捕 有三名警察對他進行了粗暴制服 在被捕以後由救護車送到伊麗莎白醫院 後來證實不止 當日這名赤裸上身的南亞裔男子 首先在尖沙咀清真寺門外發難 大吵大鬧 一路走一路停停停停在路邊的電單車 然後又拍打行駛中的私家車車身和車尾 途經警員看到的情況馬上展開追捕 後來去到美麗都大廈對開時 有三名警員把他制伏在地上 其中一隻警察勉強揮動手上的警棍 打擊這名男子的雙手 另一隻警察用膝蓋壓著他的頸 最後一隻警察用膝蓋壓著他的背部 過程甚為粗暴 有目擊的市民聲稱 這三隻警察壓頸的時間長達5至7分鐘 但一直沒有幫這名南亞裔男子的雙手扣上手扣 直至救護車到場 這名男子已經失去了知覺 其間有一名街坊曾經出面叫停警察 就應該叫他不要太重手 反而遭到其中一隻警察斥責他 又怎麼說呢 說你走開 你不見他瘋了嗎 在這裡壓止壓捉 你過來幫忙吧 我正確地抄下他說這句話 其中一隻警察 好了 救護員到場的時候 到底他們怎麼說呢 有兩名救護員作出了見證 第一名救護員透露 說根據白車的記錄顯示 警察叫車的時候 就說這名男子已經在警車上不省人事 故此在5.9個字叫白車 白車在6.04分到場之後 就發現這名男子已經在心臟罩停 於是馬上為他進行心肺復甦 但是救護車到場 距離警察叫白車的時間 已經相隔了19分鐘 這名救護員說 救護車到場之前 沒有人為這名傷者進行心肺復甦 救護車最後在下午6點4個字 抵達醫院的急診室 這名救護員說 警察一般都懂得心肺復甦 可以在救護員到場之前 就為了傷者施救 他又估計事件 或者涉及到事發現場的人員 沒有即場為傷者進行急救 最終或者是因為延遲施救 導致不治 但是真正的原因 就需要留待法醫來確認 另一名救護員說 傷者在宋院以後 曾經進行過小便驗毒的快速測試 結果全部毒品都是呈陰性反應 因為警察就說 在這名南亞裔男子身上 找到四刻懷疑海洛英 好了 這件事真的完全不明不白 警務處一定要公開出來交代才行 而且要徹查整件事 這次就是有證據 有片段 有畫面 在街上制服一個南亞裔男子 哪怕她是掙扎也好 反抗也好 怎麼會採取跪頸的方法 馬上就應該找機會 綁住她那雙手 那她已經是動彈不得了 怎麼會走去跪頸的呢 仍然是採取一些跪頸的方法 之前有些示威者 都是被警察跪頸的 所以為什麼市民會擔心 在示威現場被拘捕的 那些青年抗爭者的安危 現在活生生有一個人 無厘頭地走了 那到底是什麼事呢 關不關你們這些被捕的粗暴行為事呢 警察當然是一味懂得推卸責任 就說這名男子涉嫌刑事毀壞 藏獨和襲擊警務人員被捕 警員在圖人協作之下 使用了適當的武力將她制服 到底這個算不算是適當的武力呢 用膝蓋去跪頸跪了五至七分鐘 跪頸也不特意 還要跪在背部 會不會跪到其他氣門 跪到呼吸道 跪到什麼 這些東西完全是可大可小 所以一定要徹查 不是你說了這個說法就算數 現在當然 警察會安排死者進行驗屍 確定他的死因 根據救護員所說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是否因為這些粗暴行為 而導致她本身有隱性疾病發作出來 還是怎樣呢 是不是要公開交代 之前那些什麼新屋領 又說沒有閉路電視沒有畫面 這個有了 全部拍出來 在當時還有一名街坊看不過眼 就挺身而出 叫你們警察不要那麼重手 還反過來被你們斥責 這件事絕對是不能不了了之的 希望由尖望區議會的區議員 能夠跟進這件事 雖然這名藍亞裔男子的行為 是不涉及任何示威的活動 但是也反映得出 你們警察根本就是沒有人性 跪頸跪五至七分鐘 不是第一次的 亦不是單獨事件 很多示威者都遭受過這些粗暴的對待 一個跪頸一個跪背脊 另一個用警棍打手 總之使得你動彈不得 就叫人不要掙扎 實際這個人有沒有掙扎 都肉隨針板上 這些簡直就是司馬超之心 路人皆見 到底將一個普通市民去跪頸跪腳 跪手跪背脊 這些行為是屬於忠誠勇毅 是屬於嚴正執法 還是屬於捍衛法治 這些完全是離題 根本就不是一個文明社會應有的行為 你說香港是法治社會 法治社會就是無罪假定 不是有罪假定 在你找到證據證明他真的有罪之前 你是不能夠這麼粗暴地對待一些涉嫌的犯人 這些就是你手中所謂的法治 檢查到四黑懷疑的海洛英就可以這樣做 而且在你守他身之前 根本上你都不知道他身上哪有這些東西 說說說你真是 你香港警察只不過是作為一個執法機構 你是不兼及司法或者懲教的 你抓個嫌疑犯回到警察錄口供 要告的就交回到司法機構審訊 好了 告到如果是判刑的 那就交回到懲教機構那時候勞改 關你什麼事呢 你不能夠在街上做這些行為 跪什麼頸 這些都叫做合適武力 合適武力到底的定義是什麼 可不可以寫清楚一點 請問是 定義或是在你香港警察的眼中 三萬五千多個警察 他們總之一使用武力的話 就為之是合適武力呢 好了 接著就說說另一件事 羅冠聰就把那些 立法會的高級保安主任起底 原來很多都是那些退休或者離職的警官 包括立法會的總保安主任 原來就是前港島區的交通部警司 高級保安主任就是前分區的指揮官 另外兩名的保安主任都是前高級督察 換句話來說 根本上你這班所謂立法會秘書處的保安 已經淪為了警察的 退役警察或者離職警察的俱樂部 請了這麼多這些人 難怪這班立法會的保安可以 聯同建制派的議員 以及傾向建制派的立法會秘書處 來屢應害俠 去上演一場李慧琼奪權的鬧劇 原來這班人是這樣的 專請這班警察 而且根據羅冠聰所說 就算這班保安部的高層犯錯證據確鑿 從來都未被解僱 因為根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條例 所有秘書處的職員都是由行管會來聘用 在行管會被保皇黨霸佔的情況下 就變成了這班秘書處的職員 包括這班保安主任 就只需要聽從於保皇黨的指令 那份糧便代代平安 兼且可以加觀盡著 另外羅冠聰提到 即使他認為很多立法會的基層保安員 是人在屋蟬下不得不低頭也好 但是上糧不正下糧歪 這班基層保安員同樣都是濫用權力 壓迫民意多數的民主派 是鐵一般的事實 故此就算李慧琼是月權也好 保安都只會盲從 又不會聽從民主派的指令 就好去抬走何君堯 因為他們只懂得聽從保皇黨的指令 因為這班人全部都是行管會聘請 而行管會就是由保皇黨來主導 所以羅冠聰也說到 為何重奪議會 重奪行管會 將會是民主派的重要目標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一旦是35加的話 就可以整頓這班人 將這班保安主任撤換 重組警隊就沒那麼快可以做得到 至少要重組這班立法會的保安大隊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